完了,有个不幸的消息,兄弟们,我们要去美国装大豆了 很多人都不理解,美国都是进口我国的大豆 那为什么还要去美国装大豆呢? 众所周知,咱们国产大豆都是非转金,产油率低 但是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出口到国外基本上都是用来吃的 而美国的大豆,你们也不用怀疑,全是转金 但是出油率特别高,重点还非常便宜 所以我们船就接到了货主的订单 这次要去美国装大豆了,然后拉回国内练这豆油 本航次,我们船从青岛港出发,前往美国休斯顿,装载9万根大豆 如果把这些大豆都换算成金的话,差不多是1.8亿斤 全程是10,360海里,预计航行行40天 这船刚开出来就要庆起大舱,而且航程任务非常紧张 光洗舱的话就要一个月,因为之前这艘船一直装的都是煤 哎,这活可真要命,每天只能在深度20米的货厂里待着 要把每个货厂里的边边角角都要清洗干净 需要干净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可以用舌头舔的那种 别看累,劳务费可是很可观的 船上的实习生可高兴了,劳务费拿的比他的实习工资还要高 现在,我船正航行于太平洋中心海域 收到最新的七岛预报,前方扬面有台风行程 目前风力10级,船上说,又造不过去了,只能抗台 我就纳闷了,为什么每次都造不过去? 看一下,前方扬面已经泛起了鱼肚白 目色虽然不是很大,使则暗流有动 到了晚上,肯定会超过12级的风力 这种海矿,谁要是掉下去,别说你会游泳 就算菲尔普斯来了,也得BBQ 所以说,做海员跟你会不会游泳,根本就没有太大的关系 这个海浪起码有10米,你还别说,我们这条28年的老破船还挺抗招 现在,我船已经脱离台风影响,还有两天多就可以抵达巴拿马运河了 清洗大舱的任务也基本上收尾 船长说,这段时间兄弟们都辛苦了,必须安排一顿小烧烤 不喜欢吃肉的千万别上船,因为新鲜的蔬菜水果太奢侈了 加上经常倒死他,干远洋船员特别容易掉头发 其实在大洋里吃烧烤,吃着就是一种心情 享受美食也是一种放松 同时还可以增进兄弟们之间的友谊,以及团队的协作能力 现在,我船即将通过巴拿马运河 这条河也算是世界上最贵的收费站 每年有14000艘船经过这里 每次过运河,都会有饮水员上船携助船长过船闸 后轮会把船只拖到运河的入口 然后通过缆绳与岸上的火车连接 船部通过火车的牵引力进入闸门 那这些闸门是通过机械液压装置的开河 等待水位于下一个闸平起后 船只方可进入到下一个闸门 就像爬楼梯一样 通过三道闸门后再进入加东湖 穿越一次仅需要几个小时 这可比绕过南美大陆节省了大量的时间 你们知道这么巧妙的设计是谁想出来的吗 现在河川已经抵达美国的休斯顿港 目前还不能进港 需要等待他们的安检 等检查完了 还需要办了一系列的进港手续才能靠码头 好了,本期视频也即将结束 我是海员宋老师 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见